黑洞在林洞掌心之中 急速地扩散开来 一种强悍无比的吞噬之力 也是迅速地暴涌出来 在这种吞噬之力的吸扯下 腾茶顿时觉得 脑海之中传来阵阵剧痛 仿佛他的所有精神器 都是被强行扯出身体一般 林洞 放了我 我甘愿做你属下 你有任何东西 我都给你 在这种时候 腾茶终于是彻底的绝望了 他闻到了浓浓的死亡味道 当下声音嘶哑地急忙吼着 在腾茶看来 在真正的死亡面前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放弃的 他的为人本就薄情寡义 当初为了留下林洞 甚至不惜出手将腾磊 打得险些葬命 如今到了这个地步 为了保全性命 再不可能的要求 他都完全不会否决 林洞小哥 这腾茶为人狠毒 若是留下来 必是后患 那不远处 穆雷 武宗等人 也紧张无比地忘了这一遍 如果真的让腾茶活下来 恐怕在场的人谁都不会安心 这种狠毒的人物必须尽早除掉 当下急忙出声说着 不过虽然都想出手将腾茶击毙 但现在后者却在林洞手中 因此就算是穆雷等人也不敢强行出手 毕竟 应贵宗的下场已经摆在眼前 林洞所展现出的恐怖实力 也让他们心生恐惧 如此人物 谁还敢有丧毫的得罪呢 林洞淡淡瞥了紧张无比的 穆雷等人一眼 这些家伙 也是担心 他留了腾茶的性命 为他们日后埋下火根 不过 虽说他才懒得理会他的举动 会不会给大摩门等势力带来麻烦 但是他却并不想 给自己留下什么隐患 虽然拥有一个实力达到造化精大成的强者 下属是相当威风的 但是却需要付出太大的风险 林洞从来都认为 类似腾茶这种枭雄般的人物 不会心甘情愿地 在他的手中当小祖子 所以 他那默然的目光 盯着腾茶一会之后 淡淡地说 我对养一条毒蛇在身边 没什么兴趣 话音一落 林洞不再给腾茶任何说话的机会 黑洞猛然扩散 只见他 义公骨仿入灵魂般的无形东西 直接从腾茶身体中 被蛮横地吸尘而出 最后紧束钻进黑洞之中 随着体内精气神 被黑洞紧束吞噬 那腾茶面色也瞬间凝固 睁大的双眼中 偷着浓浓的惊骇与恐惧 最后那无数道目光注视下 缓缓地瘫倒而下 这位在大方郡赫赫有名的 殷魁宗宗主 一代凶狠之人 如今 终于是彻彻底底的 丧命此处 而在腾茶倒地那一刹那 那整个混乱的悬淫山山顶 都在寝客间安静地下来 不管是殷魁宗的强者 还是其他的宗派势力强者 都是目光正正地望着 那缓缓倒地的身影 一时间 竟有些略回不过神来 谁都没想到 那在不久之前 还霸气凛然的 震慑取雄的殷魁宗宗主 如今 却变成了一具冰凉的尸体 这种犹如天地之隔般的 极端变幻 让得人如同身处 梦幻的虚静之中 林洞眼神平静地望着 那身体逐渐冰凉的 腾茶的尸体 他来到这大荒郡 上还不到两年时间 而且就在这两年时间中 这大荒郡中 屹立数十载的殷魁宗 却是直接败露在 他的手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能力 当真是有些可怕 横插一死 殷魁宗残党 你们还敢负于顽抗吗 与大荒郡诸多势力 为敌不成 山顶的寂静 持续了片刻 那木雷率先回过神来 顿时一声抱贺 将那些还在抵抗的 殷魁宗强者 吓得浑身一激灵 腾茶被杀 对于他们的事情 显然是一个致命般的打击 因此 当即便有一些强者 丢弃手中武器 选择了投降 腾茶的死亡 象征了殷魁宗 最终的败落 如果今日 真的只是依靠 临动一人之力 即便能够击杀腾茶 但显然也只会让殷魁宗 元气大伤 但是并不会彻底的衰败 毕竟不管怎么样 临动不可能将殷魁宗所有人 一个一个的杀掉 他顶多只能杀一些高层 重创殷魁宗 可是却无法影响真正的根基 因此 只要到时候殷魁宗 再休养生心一些时间 说不定又是能够成为 达魁郡顶尖势力 只是可惜 殷魁宗平日行事 太过嚣张跋扈 腾茶更是霸道 想要蛮横的组建联盟 将众多势力 当作手中强势 也正因为如此 方才有着 这强倒众人推的局面 可以想象 今日之后 殷魁宗 必然名存实亡 而且大摩门 武宗等势力 也断然不会放过 其他的殷魁宗分部 到时候 这整个大荒郡内 殷魁宗恐怕会 彻彻底底地出名 一个曾经的顶尖势力 自死之后 将会在大荒郡中 销声秘迹 腾茶身死 殷魁宗彻底失去了 抵抗的勇气 一些高层 各自逃窜 而失去了 指挥的殷魁宗强者 也是逃的逃 降的降 几乎是在 不到半个小时时间 这殷魁宗 玄音山山顶 便是彻底地 改齐一致了 慕雷武宗等一些 比较强大的宗派长教 望着这尸横遍野的 玄音山山顶 眼中也是有着一些狂热 指色闪过 从此之后 殷魁宗不复存在 而以前殷魁宗所占据的地盘 以及资源 显然又是该重新分配 他们各自都是能够 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 然而 就在慕雷等人 为这天降巨大财富 而狂喜时 慕仙千突然拉了一下 他的衣服 美眸对前方不远处 一道身影扬了扬 听到慕仙千的身影 再看见那一道年轻的背影 慕雷心头顿时清醒过来 急忙挥手 让武宗等人 将脸庞的兴奋收敛起来 今日殷魁宗覆灭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林栋的复仇 如果不是他强行击败腾叉 并且怒破殷魁宗护宗大阵 他们可没那胆子 与殷魁宗开战 说起来 此次大战 林栋才是占最大的功劳 而资源分配 也还轮不到他们 武宗等人 也都是精明之人 见到慕雷的眼色 也都是立刻清醒过来 即便他们这些人 在大方郡中 都数得上的是强者 而这个时候 却没有人敢说半句 不满的话语 先前那一场大战 已是林栋的身影 如同战神一般 烙印在他们的心中 这个时候 就算是林栋 要跟他们说 打算组成联盟 恐怕慕雷等人 也不敢说半个步子 林栋小哥 一群的大荒郡 赫赫有名的强者 此时却是满脸堆笑地 走向林栋 双手抱拳 神态之间 有着一丝恭敬的味道 林栋转过身 看了一眼 慕雷等人 胆笑说 怎么 各位分赃完毕了 慕雷连忙笑道 不敢不敢 林栋小哥还没开口 我们怎敢逾越呢 慕宗主倒是会说话 林栋笑了笑 他忘了这群在他面前 毕恭毕敬的宗派掌交 一时间思绪也是有些飘渺 半年之前 恐怕这些人 每一个人会重视于他 但如今 言谈间却抽制着 恭敬与忌惮 短短这大半年的时间 林栋却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这一切的变化 都是吞噬祖福所带来的 这天地间的神物 果然是非同凡响 若是没有吞噬祖福 林栋想要在半年内 想要达到半步造化的地步 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对殷葵的什么地盘 并不感什么兴趣 甚至 我或许在大荒郡 已经停留不了太长时间了 这些东西 终归还是归你们所有 听得林栋这话 木雷眼中顿时涌上 难以遏制的狂喜之色 如今殷葵老巢被端 但是在大荒郡中 还有不少的分布 这些残余也是麻烦 我为人不惜给自己找布自在 所以这些麻烦 我希望你们能够帮我 清楚的干干净净 林栋淡淡说着 殷葵宗分布不少 他不可能一个一个的经历过去 如今有大摸门这等势力出手 倒是能够帮他完美的解决此事 木雷沉声说 林栋小哥放心 以后这大荒郡 绝对不会出现殷葵宗三个词 而且只要我们一旦听到 对林栋小哥有不利的消息 定会立刻禀报 林栋微微一笑 轻声说 另外 此次出手我也消耗不少 这殷葵宗的财富庞大 我也懒得搜寻 你们合计着给我两百万纯元丹 便当时帮你们收拾了殷葵宗的报酬 如何 两百万纯元丹 听到这个数量 木雷等人也是惊了一下 眼神微微变幻 旋即便咬了咬牙 点头说 好 林栋小哥放心 给我们一日时间准备 一定将两百万纯元丹 尽数奉上 两百万纯元丹 对于寻常势力来说 或许是个天文数字 但是对大摸门这等顶尖势力 却并非是拿不出来 只要能够得到殷葵宗的地盘 两百万纯元丹 只是小事情而已 而且最主要的是 现在他们可不敢在林栋面前说不字 否则这殷葵宗恐怕就是前扯之鉴 好 给你们一日时间 这殷葵宗山体之中有点东西 我比较感兴趣 你们在上面收拾残局吧 不要来打扰我 见到穆雷等人如此识相 林栋再度一笑 也不多说 直接转身飘然离去 在吞噬了腾叉的精气神时 林栋也是得到了一些属于他的记忆 在那记忆之中 这悬音山深处 似乎有着一点特别奇异的地方 而林栋对此倒是很感兴趣 他倒是想要看看 那奇特的地方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古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